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气大伤身是真的 但是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多着呢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遇到麻烦时,我们要学会看开一点 不要遇到点事就憋一肚子火 生闷气对身体的伤害可是很大的 现在人们常说,不作死就不会死 这句话真的没有错 很多时候有很多病都是自己作的 大多数疾病都和生气有关 不生气就不生病 生气所导致的疾病到底发病率有多高呢 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发现 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 所以这也是老人们常说的老话 病由心生 不生气就不会生病 不作死就不会死 气死人的例子还真不少 史上最有名的气死人的事件 就是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了 也有史学家称 周瑜并不是诸葛亮气死的 而是突发心梗 可是不论怎样 周瑜之死 说明生气 对个体健康 甚至生命都有极大的影响 这在现代医学科学中也得到验证 心理和生理本是同根而生的孪生兄弟 生气不仅会带来强烈的生理变化 而且其产生的激素比任何情绪都复杂 且具有毒性 生气后身体八大器官变化 一 心脏血流增加一倍 研究发现 生气时心脏血流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生气时 心脏的收缩力加强 心跳加速 大量的血液涌向心脏 心脏则需要加倍工作 这时就会出现心率不齐 心肌缺血 胸闷 心慌 甚至诱发心脚痛和心肌梗塞 二 肝脏比平时大了一圈 生气后最先伤的就是肝脏 所谓气大伤肝 如果经常生气 就会出现肝病 甚至是肝硬化 也有研究显示 生气时肝脏要比平时大了一圈 而在中医看来怒伤肝 生气导致肝气愈结 肝胆不和 很多人生完气后 都会出现两肋疼痛和肝躯疼痛 三 免疫系统罢工六小时 生气也会损伤免疫系统 没错 人的情绪是由大脑分泌的多巴胺控制的 作为激素 多巴胺会影响身体其他很多激素的分泌 我们生气时 大脑会命令身体分泌一种皮质激素 这种激素如果在体内积累过多 就会阻碍免疫细胞的运作 让身体抵抗力下降 所以生一次气 免疫系统罢工六小时毫不夸张 四 生气时肺泡不断扩张 很多人在最生气时肺部会疼 这是因为生气真的会伤肺 人在情绪冲动时 呼吸就会变得急促 甚至会出现过度换气的现象 这时肺泡就会不停扩张 没有时间收缩 所以很多人肺部会疼 这也是为什么常有人在生气时说 肺要气炸了 五 生气时肠胃功能紊乱 你生气时胃也会生气 这是因为胃部血流量减少 供血量不足 胃肠蠕动困难 引发胃肠消极代工 生气还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 导致胃肠血流量降低 蠕动减速 食欲不振 引起肠胃功能紊乱 胃溃疡等 六 生气后乳房出现肿块 很多女人生气后乳房会出现肿块 这是由于情治内伤导致的肝育弹宁 也和生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外 生气导致的气血淤质 肝皮失调 也是乳房肿块发生的重要原因 七 生气时甲状腺会分泌过多激素 生气时会令内分泌系统紊乱 使甲状腺分泌的激素过多 甲状腺是身体中参与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 当你感觉到热血沸腾的时候 就是甲状腺受到刺激了 久而久之就会引发甲抗 八 一生气皮肤会长色斑 美国医学人员对5000名脸上长色斑的女性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当她们处在情绪的低谷时 任何药物对色斑的治疗都显得不尽人意 而当其中一些女性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时 她们的色斑可以不治自愈 医学人员分析到 当人生气时血液大量涌向脸部 这时的血液中氧气少 毒素增多 而毒素会刺激毛囊 引起毛囊周围程度不等的身部炎症等皮肤问题 最后提醒大家 能不生气就不生气 心胸要开阔一些 天大的事最后都能解决 生气无济于事 还伤人伤己 或者通过转移注意力 先让脾气过去再处理问题 生气了多吃这几种食物 不过人非圣贤 谁还没有个脾气 如果今天确实忍不住生气了 可以多吃这几种输肝里气 顺气解育的食物 缓解生气带来的伤害 1.白勺 很多人都知道 生气的时候 吃上几粒逍遥伞就会好很多 因为逍遥伞 输肝的效果非常好 但很少有人知道 逍遥伞的底方是白勺 如果把白勺用不同的方法炒一炒 它就能缓解生气带来的各种不适 2.佛手 佛手有礼器化痰 止咳消脏 疏干贱皮和胃等多种药用功能 佛手的花 果 泡茶喝 也有礼器作用 3.玫瑰花 玫瑰花可通气消食 解毒生经 合中止痰 对气于上火生痰者 有清热消痰作用 可用玫瑰花 汽水喝 也可将鲜花插在居室 也有益于顺气凝神 4.橘皮 橘皮具有礼器化痰 健胃除湿的作用 可同茶叶一起泡水喝 也可单独泡水喝 味清香 可提神 通气 将柑橘皮泡于白酒中 二到三周后即可饮用 能起到清肺化痰的作用 做菜时也可以放几片 解腻开胃 5.白萝卜 鲜萝卜洗净切成小块 与精米一起加水煮成粥 加少量食盐调味食用 可止咳化痰 消食立格 适用于胸隔满闷 食肌保障者食用 6.山楂 山楂顺气止痛 化食消肌 适用于基石造成的胸腹胀满疼痛 对于生气导致的心跳过快 心率不齐也有一定疗效 生吃 熟吃 或泡水 各种方法食用皆有效 7.莲藕 莲藕健脾和胃 通气 养心安神 莲藕炖排骨 凉拌莲藕都是不错的选择 8.木瓜 木瓜营养和药用价值都很高 可助消化 健脾胃 顺气 润肺 止咳 消暑解渴 木瓜牛奶 银耳炖木瓜 木瓜炖排骨 都是不错的选择 按摩消气学 立即缓解 太冲学具有 疏干礼器 活血 通调三胶气机等功效 因此 人在生气后按压此穴 能帮助输泻 消气 缓解人因生气 引起的一些疾病 太冲学 疏干解育 调畅情志 按摩方法 太冲学在脚背上 大脚趾与二脚趾结合的凹陷处 穴位隐藏较深 可以用简短指甲的大拇指 用力掐按三到五分钟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从太冲学 推至行间 推几分钟后 再点按行间学 三到五分钟 这种方法最适合 情志失调 亦激动 生气 动怒的人 可以在饭后一小时 进行按摩 做人最重要的 就是过得开心 老生闷气 吃亏的还是自己 我们要维护好 自己的身体健康 首先就是要心态好 不生气 不着急 不纠结 老年人老是焦虑 忧愁 就很容易引起忧郁症 这就是慢性癌症 生气了 就赶紧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 按摩脚上的太冲学 多吃一些 可以帮助疏泻 消气的食物 说到最后 归根到底 还是千宝剑 万宝剑 心态平衡 是关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 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 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话